大家好 闊別了香港兩個多星期 今天先跟大家報告一下兩個星期歐洲之行 我這次去了三個省 首先去了布魯塞爾 見歐盟和歐洲議會新一屆議員 從那裡去了巴黎參加了國民議會的 一個關於香港的公開的聽證會 在巴黎有機會在一間政治大學有一個座談 最後去到倫敦上下議院 也有因緣祭會參與上議院的 Lord Elton of Liverpool 他提出的一個給予香港人 外國國籍的無約束力的議案辯論 總的來說這次歐洲的訪問 其實是在我這十多年裡 眾多的外訪之中 我覺得是受到最大關注的一次 比如說在歐盟和歐洲議會 我提出了 比如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發出第二個外交召會 關於林鄭行使緊急規例條例 將香港由法治變成人治 又或者我提出 在他們的中國委員會 成立一個香港的小組 去跟進香港在地的情況 又或者說可不可以跟美國國會 通過一個好像他們的香港民主人權法案 這些建議我覺得尤其是前兩者 歐洲議會的議員反應是非常正面的 我也相信做到的機會都不小 如果說去到巴黎 法國的國民議會是第一次 據主持的議員說 第一次歷史性就香港問題 舉行一個公聽會 在公聽會結束的時候 這位主持的議員也有向我們說 法國的總統默克龍 會在11月7、8日訪問北京 他會將我們在公聽會裡面的陳述 向總統報告 寫一封信給總統 希望總統看到習近平的時候 然後可以將香港的問題都提一下 去到倫敦 這次是見到很多很支持香港的下議院 即是眾議院的和上議院的議員 尤其是在Lord Elton of Liverpool 包括他那個議案辯論之前 我有機會和三位後來都有發言的 包括Lord Elton本人見過面 將香港的情況向他介紹 或者大家都有留意到 這位Lord Elton除了提議了這個 說給香港人外國國籍的議案 在他發言裡面 包括了一些我向他提供的資料之外 他也寫了一封信給何君堯的武校 就叫他這間學校 是褫奪了他這個榮譽的博士學位 那這位上議院的議員 在他致何君堯的武校的信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值得看一下 就論述得很清楚 非常精疲 精疲 就說你如果是繼續給這個名譽的博士學位 其實是會對你學校的聲譽都有損的 因為他一連串的行為等等等等 這間大學也從善如流 在收到這個Lord Elton的信 不到兩三天 就已經褫奪了這個何君堯的名譽學位了 真是要請小鳳姐出來唱一首歌的 總結來說 這次這個歐洲之行 我覺得為什麼他們會這麼關注 還有重視我講的那個論述呢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有一些切膚之痛 因為我其實所講的很簡單的 就是說我說其實香港呢 也都是百多年來 根本都是這個自由民主模式的一個執行者 也都是透過我們的尊重人權 我們珍惜自由啊 我們的法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其實取信於這個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 他們知道我們是他們的其中一員 現在和這個自由民主模式抗衡的就是中國模式 那我就說其實你看現在香港根本是站在這個議員的一個國際的格局裏面 就是這個中國模式和這個自由民主模式的對壘的格局裏面的一個前線的 我覺得習近平和中共經常在這裡吹噓 就說這個中國模式 其實他們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是專權的獨裁的一個政體 他的政治意識形態就是指搞經濟 但是不用人權自由和法治的 加上現在當然科技很先進 他又用人像面貌變色 就給每一個十四億的國民 個個都有個分數 如果分數低的 其實就等於軟禁你 在你當地 又不讓你買高鐵票 又不讓你買飛機票 長途車票都不讓你 小朋友讀書又進不了那些好學校等等 他現在整個模式 就是說我是比這個自由民主模式更加優越的 終有一天 這個就是我叫他習近平的宿命論 終有一天 這個中國模式是會取代自由民主模式 而是獨佈天下 紅霸武林的 那我就說 我就說 其實 我們 香港現在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等於 你看著香港 好像一個水晶球一樣 你就會看到 歐洲的未來 因為 其實我們 和歐洲這個國家都很相似 我們都是奉行這個自由民主模式 而且是成功的一個城市 而過去這二十多年來 中共在香港怎樣去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怎樣違背基本法 背信棄義 如何野蠻地把香港文明的制度摧殘 包括他怎樣去操控我們的選舉 怎樣去收買一些傳媒老闆 甚至是怎樣去威迫利誘我們的一些政界的人 這些其實全部都在歐洲發生著 所以 香港 如果這一場保衛戰 我們是保衛這個自由民主模式裏面的人權自由法治生活方式 我們是 真是 守不住的話 那個象徵意義就是 習近平和中共的這種 宿命論 就會是成功的了 就是走近一步 中國模式會洪霸全球 所以我跟這些歐洲的政界和朝野都是這樣說 我說其實你不只是幫香港 你是幫自己去撥亂反正 因為過去二十年 由十八年前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始 本來這個自由民主世界就是希望憑著和中國的商業上的往來 是可以終於是令到中共都是採納這個世界的一種規矩的秩序 但是這十八年來可惜的就是他們沒有去真的要求中共去履行它入世的時候那些承諾 那些合約的條件或者條約的條款其實都是很多被中共違背的 譬如說你保護知識產權 沒有啊 開放市場嗎 沒有做啊 但是 這個自由民主 這個模式 奉行這個模式的國家 又沒有去堅持 要中共去履行 那麼終於就好像養大了一個怪獸 那麼這個巨人呢 今天呢 就 令到這些 歐洲的國家呢 是感覺到威脅 那麼 而他 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中國有個十四億人口的市場 那麼 個別的這些歐洲國家呢 就覺得 如果你要我自己去 他站立起來 去對抗這個巨人 要撥亂反正 希望呢 他都是尊重這個有規矩有秩序的一個國際行事方式呢 那麼他怕自己先 就 就是受損先嘛 這些個別國家 所以 他們都經常很招頭啊 現在 現在怎麼做呢 因為 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 那麼 如果現在要撥亂反正 怎麼做呢 那麼我就跟他們說 你看看香港 香港人呢 其實都 真是 可以說是以卵擊石的 香港人呢 都是 為了不忘我們的初衷呢 是付出很大的代價的 那麼 這個可能是對他們有一種啟發 那麼 都 比如在過去二十幾年來呢 中共其實在香港做的事情 正正就是 現在你們在本國 都會感受到威脅 我們的選舉 受到中共的顛覆啊 我們的傳媒啊 政圈裡面的人啊 都會受到他的威逼利誘啊等等 可能因為有這種 這樣的共鳴呢 所以令到他是比較 上心 也都是由於他有切膚之痛呢 特別關注我分享的香港經驗的 總之來說呢 這次 那個 歐洲的訪問呢 我就覺得 都是 有一定的成果的 起碼呢 我現在都很肯定 在我從政這麼多年來呢 香港 是第一次呢 就是 受到國際關注的程度啊 是有如今天 這麼 緊要的 還有現在真是 香港呢 那個 尤其是這個 自由運動啊 的每一件事呢 都是 可以成為 頭條的 就是因為 香港 他們 看著香港 其實看到他們自己的未來 那麼 比如舉例啊 比如好像黃之鋒 被 這個取消 這個參選區議會資格這件事呢 其實已經在 就是十多二十個 就是國際的媒體那裡成為頭條的了 那麼 我想 就是中共和林鄭真是小心點處理 十一月二十四號那個選舉 如果你真是說 要 好像現在有些全民啊 就說一些 保皇黨或者土共啦 就想 林鄭取消這個選舉 我想呢 你真是不要搞這件事 如果你取消這個選舉呢 我想 那個 在國際間 造成的那個反彈 和震盪呢 以及在香港本地 產生的那種 民意的 沸騰呢 並不是中共和林鄭可以承擔得到的 那麼好了 那麼歐洲之行大概 就籠統地 濃縮交代了 那麼我都是 有一個信心呢 就是 香港去 打這一場 人權 法治 自由 生活方式的保衛戰呢 是不會孤單的 正因為呢 是整個 自由民主 的陣營呢 都是 明白 香港如果 捍衛這些價值和制度失敗呢 是有一個極大的象徵意義 那 就是 我希望 這個 這樣的 就是 大家報告了這個情況 那 也都 整個 這個 自由運動呢 是可以 有一個 比較健康的 一個發展 那 如果 可以的話呢 當然我希望 我希望 由現在 到 11月24日 能夠 在前線的 那個暴力呢 是能夠 減低啦 那 我也 都 警告一下 香港的警察 就是 好像 剛剛我們見到的 在屯門 就是 叫那些 居民呢 在大堂那裏 跪低 雙手抱頭 這些 真是 好像 我爺 那時候告訴我 日本仔 佔領香港308個月 那種 就是見到 黃軍 怎樣侮辱 和虐待香港人呢 的情況 是 有過之無不及 但是 你記住 你現在不是 侵略軍隊 你是香港的警察 這些 這樣的 行為 極之大的 侮辱 而且是不必要的 這種是 濫警權的 一些行為 我很早 已經在節目裡都說過 共產黨 其實是 用原即棄的 如果 真是 習近平 是承受不了 國際的壓力 他是要 行懷柔的時候 起碼保住香港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話 一定要找人制旗的 第一個制旗的 當然就是 林太 但是 作這麼多業的 打過香港人 是絕不守軟 虐待 苛待 用暴力對待 侮辱香港人的警察 今天 你自己作的業 他只要當你成為氣象的時候 沒有香港人同情你 其實你都 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今天 當你仍然可以 是 忍一下手 留下手的時候 你應該會做的 好了 今天 也都想說一下 在我回來的這兩天之內 我就有留意到兩單新聞的 一單就是石禮謙議員 他就說他是建制派 所以呢 他都是要做政府的士兵 不過 他都會發夢的 他就說了一番夢話 他這番夢話 真是可圈可點的 他是很精闢地可以論述得到 其實 林鄭和他那班官員 根本都沒有做事的 你真是以為給房子 那些年輕人 就處理了問題嗎 他說你都要聆聽 這個冰封三尺 又非一日之寒 香港今天搞成這樣 完全是因為 過去幾任特首 又沒有做事 講的那些 都幾是人話的 但是他這次公開講 而是以這個 建制保皇黨的資深議員 來講 我想是一個很值得 大家去留意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李小嘉 他是聯交所的總裁 他就在紐約 還是倫敦 他在倫敦 參加了一個會議 公開發表演說 他報導 李小嘉總裁說 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政治權 中央從來沒有相信過香港 所以就不肯 根據這個國兩制 給香港這個高度自治 當然他提到 香港人當然要問一下自己 你拿這個高度自治權 是不是要來對付中央 我可以肯定跟李小嘉總裁說 香港人要拿回 這個 中共一直承諾我們在基本法 這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講人自講 就是希望 在一國兩制這個構思之下 香港人可以生活方式不變 自由人權法治得到保障 繼往開來 起碼去到2047 所以沒有人拿這個高度自治 是想著來挑戰 這個中共的權力 大家都明白 你中共也應該明白 心知肚明 就是1997年 香港人很擔憂 因為中共根據中國憲法 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它是有絕對權力 如果它是不會自我約束的話 香港是沒有運行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以為 中共在簽中央聯合聲明 和頒布基本法的時候 其實它早就已經決定了 將那個政治的意識形態 放低 而就是讓香港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是發揮這個引資和換外匯的功能 為什麼回歸22年之後 竟然會突然間反面 將這個原來的想像和承諾推翻呢 所以香港人爭取保持我們的自由 人權法治和生活方式 只是爭取中共已經承諾了的東西 我們都不會超越一國兩制的框架 我們要的只是講人治港 這個承諾得到貫徹落實 但是我覺得李小嘉加上石禮謙 再加上比如說李嘉誠先生 他拿10億出來給中小企業去申請 每人拿6萬元去救急 好像香港原來的一些勢力 就是活躍了 近這個禮拜感覺到好像活躍了 那會不會其實這個是一個轉勢 或者轉機 就是原來這個土共系統 就是由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張曉明為首 甚至是韓正為首 接著下來王志民 在地的王志民 這個系統 就是失信於習近平呢 會不會是習近平覺得 哇你這個林鄭搞到我真是很不行 在國際間又完全沒有面子 連這個慶祝70周年 這個共產黨在中國見證70年 都面目無光 那可能會不會真的想想 是不是應該找一些林鄭 或者這個港澳系統的人 制下旗呢 當然我希望是 因為其實今天香港去到這個局面 正如我在歐洲見到的不同的朝野的人都解釋 其實香港人沒有得退的 因為其實過去22年 香港人已經用最理性最和平的方法 是去提醒中共 你是要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根據《基本法》來行事的 但是我們不單止是沒有辦法去取得中共的這個同意去跟這個《基本法》行事 更加我們目睹的就是背道而馳 現在反而日日違反《基本法》22條 這個土共西環就是去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範圍裡面的事務 違反了18條的 在這個香港是高鐵總站實行一避兩檢 在香港境內是實施中國的全國性法律的 又或者45條68條承諾的真普選是遙遙無期的 當然還慶祝難輸 就是《基本法》其他的一些條文被違反 比如說人大常委其中有四次釋法 都是我認為是違反了158條的規定 變成這些事情會不會已經累積到一點 令到習近平都覺得很不行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我都看現在香港這樣的僵局 其實只能夠是中共退一退 製造一個迴旋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可以尋求一個社會的修和 我希望這個不是我一廂情願 希望這個真的會有這樣的發展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我覺得這個李小嘉加加上這個石禮謙 這個比較高調的一個講述 還有李嘉誠先生又拿10億出來 輔助一下香港的中小企 都是一個好的勢頭來的 但願香港可以真的由現在去到1.1.2.4 有一個比較和平的一段時間去準備 透過票箱來表達我們市民的意見 這是最和理非的方法 亦都是最科學的方法 將那個民意量化 希望大家都把握這個機會 在11月24日一定要出來投票 令到這個區議會的選舉之後 可以充分反映香港的民意 以及能夠以當選的議員的數目 是影響香港未來的政治生態的 初詞文人物文字幕大使人